我这婆婆温迪自从来到中国就跟我说 从现在开始我给你带孩子 人这孩带得绝了 杰奥达晚上看动画片还不放下 大帮九说 妈你去滚下去 温迪就去滚杰奥达 结果自己也看进去了 大帮九喊 斗哑到十分钟之内毕竟被我 杰奥达说 奶奶怎么办 奶奶说 什么怎么办 被窝里又不是没有WiFi 晚上熄灯了 大帮九跑到杰奥达那屋一看 被鼓个大包 大帮九非常生气 被咔嚼一嫌 你这个小 妈妈 然后呢 就中国老人比较担心比较焦虑的事 他也听不懂 太老帮到忙 拿铁睡觉的时候就爱吃手 我爸呢 就拿个炸这尾巴苦瓜搅成这 苦的嘛 徒都拿铁手 温迪根本没懂我爸的目的 就说 下山这个活哥哥我也可以 放着我来 然后晚上给拿铁炸的是芒果 是拿铁本来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我爸都懵了 就这么大点孩子 这么爱吃苦呢 然后晚上偷门过来 鸡查拿铁好几回 温迪就不理解 你干啥呢 人孩都睡觉了 我爸说 我来鸡查是因为他有这个恶习 他这个恶习必须改 问题说 什么恶习 我爸说 吃手啊 问题说 哎妈我行多大圣 他不就吃手嘛 你不吃闻香的 你不吃闻香的 这还鸡查也那 我爸 那孩第二天手 我都泡出褶子了 那不行 问题说 你妈呀 你们都没老头一去澡堂 一泡两三个小时 除了那家脚丫都棱子 不定让他们让解粗菜 让解粗菜 你闹个人就有褶子 哥哥你要放松 小孩睡觉 非想污染 小孩吃饭 非饿不长 你若心大 各自安好 除去吃饭那更有意思 拿铁不是哄睡觉费劲吗 我这边拿手机 放音乐 放催眠水 手机都快烧着了 人给他捣得鼓鼓就鼓睡 问题说 那就不要逼他睡了 起来嗨 走一起去烧烤店 嗨 问题到了烧烤店 一秒钟进入party模式 给俩孩子一人发一坨面条 一块玉米 自己就跟我爸喝着 我爸跟他聊中国美食 聊了半小时 铁领的还没聊完 我爸说 那你也聊一聊 这个加拿大美食 温迪说 我先干为净 我爸跟他聊中国古事词 聊半小时 李白还没聊完 那温迪 你也聊一聊 这个加拿大古典文学 温迪 我先干为净 我说爸呀 你聊点加拿大有的 你竟整这个 他插不上话的文化一插 咔咔干 一会儿把这都喝成遗址了 遗址了 那两孩子 陪到十二点半呢 我爸说 杯中酒啊 喝完温迪就给续上 我爸说 这个杯中酒啊 喝完温迪又给续上 温迪续完 看向大家 大宝迪说 没毛病 杯中酒就是 杯中要酒 没毛病 早打说 奶奶 杯中酒就是 拜拜的意思 拿铁说 我妈妈对咖啡 我不愿咖啡 我不愿咖啡 反正每次跟温迪一起 带孩子吧 其实就主打一个 无忧无虑 他跟小孩一样 反正人民日报都说了 三二一睡饱法则 睡饱就行 乐呵就行 那天晚上我们祖孙三奈 十二点多才录完回家 全睡到电视场就能办 连我爸都获得了一份 酒为的轻松 拿铁陪酒一整晚 也不难受 穿得帮保湿 一级帮是真打孔设计 稀释排热 玩一天都是干爽 不闷汗 黑金帮添加了真惨词 全包我的 晚上咋睡都不漏 三夜十二点多 我们才回家 我爸说 明年早上早打 还得学跳舞 问题说 多多放心 我在 就交给我 我们江大 啥都没有 但是 有人 吃完就倒了 我爸说 有人不多 又少 又少